上周末老婆想吃牛肉 然后深圳南山的一个朋友 正巧来大亚湾这边考察一个旅游项目 便约我一起聊聊 于是带着老婆和朋友就又来吃了一次 之前觉得好吃的潮汕牛肉火锅 在与朋友交流的两个多小时中 还是发现了很多新的信息点的 一方面很多深圳人对大亚湾的发展变化 以及印象正在逐步改变 感觉深圳人打算搬到大亚湾居住的比例 在逐步提高的过程中 朋友说他之前在这边运营的一个项目 不少员工就是之前都在深圳工作 然后搬过来的 而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是 最近一年感觉周围的入住率 提升的相对更明显了 有不少人开始装修房子 准备搬过来住了 然后我们来说回跟吃这些相关的 与上一次不同 这一次我们的肉类点的相对比较多 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一次也直接点了最爱的 饰儿 吊龙 以及雪花 除了鲜牛肉以外 还点了多斤的牛腩 以及牛尾 先放到锅里煮了 关于潮汕牛肉的部位分布 以及名称 大家可以简单参考一下下面这张图 其中 吊龙是牛脊背上的一条长条肉 这里的肉微厚 虽有脂肪 但绝不肥腻 饰儿其实就是牛的肉眼 也是肉眼的最好部位 吃起来会有一种又嫩又弹的口感 也是我的最爱 至于雪花 则相对更嫩一些 对于喜欢吃嫩牛肉口感的人 雪花有轻微入口即化的感觉 既能保持牛肉的香味 口感又比较嫩滑 另外 潮汕牛肉之所以好吃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屠宰时间非常重要 其实并不是最新鲜的牛肉最好吃 而是屠宰之后 三到四小时的牛肉是最佳状态 因为这时候肉中的蛋白质被蛋白门分解成一部分 氨基酸 这时候牛肉吃起来会有一种鲜甜的感觉 但是 时间也不可以太久 一旦过了十小时 就肉质发应 风味变差了 所以通常好的潮汕牛肉火锅店 肉类基本上在三到六小时之间 这时候是口感最佳的状态 第三点特别重要的是 切肉师傅的刀工 因为这直接决定了肉的厚薄均匀程度 好的切肉师傅可以保证每一片肉厚薄一致 并且会根据不同部位的牛肉切成不同的厚度 这样保证 蒜出来的牛肉口感是最佳的 通常蒜潮汕牛肉火锅的基本方式就是三过水 简而言之 大概是三起三落 十秒钟左右 这样既能保证把牛肉基本算熟 然后又能保证牛肉鲜嫩的口感 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 就是蒜潮汕牛肉火锅时 水一定是小沸腾的状态 不能开大火 这样才能保证蒜出来的牛肉又鲜又嫩又滑又弹 好吃极了 好吧 视频做到这儿 我又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 最后来说一下蘸料 其实这个是不需要说的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就行了 不过潮汕本地人 最基本的吃法就是牛肉 蘸沙茶酱来吃 这可能是最接近潮汕本土的吃法 不过我个人喜欢吃辣 所以我会加一些辣油 但不管喜欢什么口味 关键是如果牛肉好吃 就怎么都好吃了 相信看完这期视频 您也能变成半个吃潮汕牛肉的专家了 这一次也是我吃的最久 吃的最撑的一次 吃完饭已经八点多了 和朋友告别回家 当天晚上因为牛肉吃多了 心里还想短期内应该不会再想吃了 结果没过两天 剪视频的时候忍不住又想再杀过去保持一顿 好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